陆毅是第一次见今夏发小姐脾气,觉得新鲜有趣,既然来都来了,她当然不会让今夏空手而归,其实想吃鱼,也不是一定要靠掉才行,不然还能怎么办,下河渣了,陆毅将外套一脱,卷起了衣袍,又脱了长靴,三两步就走到河里,她弯着腰,在水里站了许久稳稳不动,等着慢慢靠近脚边,以迅雷般的速度,双掌扣住于身, 许是锦衣卫经常在外风餐露宿,陆毅抓鱼的手法又快又准,快,快,把桶拿来,陆毅对着今夏激动的叫道,今夏急急忙忙脱鞋,都来不及卷起裙脚,抱着木桶就跑到河里,顾不上衣裙被河水打湿,来到陆毅身边,让他将鱼放入桶内,不一会儿,眼看着四五条鱼已经在桶里,好厉害,今夏惊呼,河水波光凌凌, 在他脸上照出奇异的光,今日太阳落得快,不一会儿天色已暗,影响了捞鱼的视线,今日是捞不到更多的鱼了,好在也饿不了肚子,陆毅走上岸边,耍干身上的水迹,又捡了干树枝过来,本想搭个火加烤鱼,却见到今夏裙脚湿透, 于是先让他坐到火堆边烤干衣裙,又脱了自己的外套给他披上,生怕他着凉,今夏坐在火堆边,看着陆毅忙东忙西,到处去捡新的树枝过来烤鱼,觉得自己过去的眼光不赖, 这陆大人确实是个可以依赖和托付的良人,虽然苏云龙说他有烤鱼的秘技,但陆毅烤鱼的本事也不差,不过一会儿就已经香气四溢,让今夏早就忘记了苏云龙说的秘技是什么,他直勾勾钉着陆毅手上的鱼,烤鱼的香味实在太馋人了,还是第一次和你一起对着漫天的星光吃烤鱼,你要喜欢,明晚我们还来吃烤鱼就是了,陆毅将手里鱼递给今夏, 今夏迫不及待咬下一口,鱼的鲜味和紧实的肉质让他不禁连连惊叫,好吃,好好吃,陆毅笑想,又拿下一条刚烤好的鱼放在一边,小心鱼刺,慢慢吃不要急,这条鱼也是你的,没有人和你抢,面对好吃的,今夏就像个孩童,满脸都是等不及的表情,幸好今夏还有好吃这个弱点,不过两条烤鱼,就已经将这两日两人的隔阂融化, 等三条鱼下肚,今夏早已吃得走不动路,两人吃完烤鱼,躺在草地上,吹着微凉的夜风,感受要亡谷的一切恍若仙境,隔绝了他们与人世的烦恼,说不出的悠闲自得,头顶苍穹,繁心点点,今夏手指着星空,嘴里突然哼唱起年幼时的童谣, 一二三,三二一,七个星星来照亮,豆饼东指春,豆饼南指夏,豆饼西指秋,豆饼北指冬,一二三,三二一,七个星星来照亮,你知道吗? 金夏笑嘻嘻地指着满天星斗,如孩童在炫耀着什么,说道,那是北斗七星,我知道,路易的声音,温柔得像一汪水,他伸手握住金夏的手,指着另一边,那是牵牛和织女,而那里,他又握着金夏的手一到更远的地方,竖起脚亢,烈速之长,那是脚速,脚速兴起, 就说明春天到了,路易宽大的手,温暖而有力量,骨节分明,一种熟悉又安心的温度,从修长的指尖传来, 惊吓慌乱抽回手,问道,没想到你的天上的星星也这么了解,是成为锦衣卫的考核吗? 倒也不是,只是常年在外,时间久了,星空长什么样就都知道了,距离两人甚远的灵后,灵灵和素云龙出现在暗处, 你把我叫来,是要我看什么?灵灵问,自然是来看看两个被你害惨了的孩子,怎么听起来你倒是怨念颇深,素云龙笑想, 徐徐道,当年师姐你和师兄成婚时,两家人都没有来祝贺,你们在谷里草草成婚,虽然有同门的祝福,我知道你是借意至今的, 师姐,我想和你打个赌,如果这几日,路易来找你,不管是要做什么,请你能帮他, 如果,他不来找我呢?灵灵好奇地看了眼苏云龙,你怎么就肯定路易会来找我,感觉而已,若他不来找你,今后夏儿就留在我谷里, 想必师姐也是乐见其成的,灵灵是有意想撮合素云龙和金夏,但素云龙心思深沉,从不喜欢把想法透露出来, 如今大大方方说,要将金夏留在鼓里,反而让灵灵觉得,自己是白费功夫, 他说这话不过是在安慰自己而已,只是他不明白,既然苏云龙无心,那掺和金他们两人中,到底又是为何? 你到底想做什么?如果他们有缘走到一起,不论夏洛两家是何态度,希望师姐和师兄可以做第一对祝福他们的人, 很多事情既然两个孩子不知道,不如就结束在上一辈里,师姐你说呢,说来说去,又是一个来劝他放过陆毅,成全他和金夏的人,都若关火如你,也有如此天真的时候。 陆加纳是对夏儿的态度,可是老爷子一辈子都无法原谅的,当年陆婷给老爷子的遗柜,只怕陆婷自己也无法释怀,也罢,他若真有能耐娶到夏儿,一生爱他护他, 我自会送上我的祝福。